大家好,我是三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是的,我的YouTube频道终于达到3000订阅了 而且,我的Bilibili也达到了1000的关注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实用的科技资讯 像是MacBook教学,网约设计 和一些我觉得实用的资讯 以及一些关于我的Vlog 其实呢,我从我的老师那边已经知道 关于做这一类型的教学影片 他的观看和订阅其实不容易爆展 是需要慢慢来经营的 所以,这段时间非常感激 可以看我影片和订阅我的Vlog 因为你的每个赞和订阅还有留言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大很大的鼓励 所以,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 就赶快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吧 这里呢,我会回答5个大家最常问我的问题 第一,你是哪里人? 这个问题是最多人问我的 其实我是地球人 现在居住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美很友善的国家 如果你是外国朋友的话 欢迎你随时来马来西亚旅游 第二,我该买哪一架MacBook? 因为我本身并不认识你 所以,我会通过问你三个问题来分析 你会比较适合哪一架MacBook? 第一个问题,你买MacBook来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你有多少资金?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最常用的Apps 或者是Software是什么? 推荐你买哪一架MacBook过后 我就会再建议你AppleCat 第三,你是用什么来制作影片的? 我是用Parency Resolve来制作影片的 它是一个免费的App 可以在MacBook和Windows使用 不过如果你追求很多特效 或者是容易使用的话 那我会推荐你使用Adobe Premium Pro 因为网上有很多它的中英文教学 这两款Apps的连接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所以看完我的影片过后才去点击吧 第四,为什么会制作和分享影片? 一开始我就是用Blog来记录我写程序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一直到我发现到WYS 就是World YouTuber School 这个线上学校的时候 这间线上学校呢,提供了很多关于 如何在这个网络时代提高知名度 和用网络来赚钱等等的技巧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把写Blog转换成制作成Video 我会在说明文换上这个 World YouTuber School的官方网页的链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那个链接来看看 第五个,Mac不可以一直插电吗? 以前的电脑呢,我就不确定 不过在2015年过后的电脑 其实是可以一直插电的 而且一直插电的话 对Patreon也是有好处 因为这样你可以减少使用电池的电 好啦,希望通过以上的Q&A 能解答到你心理的问题 如果你对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你留言给我 影片的最后希望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还没订阅我的人 快点去订阅吧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